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8日星期四 亚洲时间是3月19日星期五 3月17日西弗吉尼亚州的41名议员要求美国总审计长 针对拜登冻结边境墙资金的决定进行评估 看它是否符合联邦法律 荷兰为期三天的大选3月17日结束了 荷兰总理吕特第四次赢得大选 成为目前欧洲任期最长久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自从2010年开始 吕特出任荷兰总理已经超过了10年 他承诺要带领荷兰走出中共病毒疫情 重建国家 法国外交部17日表示 本国议员有决定参访和拜会计划的自由 法国政府是针对中共驻法大使的月革行为做出的回应 早在上个月 中共大使曾致函法国议员李察 指责他不该与台湾接触 要求他取消访台计划 不过李察回复中共官员说 不会改变形成 因为不堪忍受继续封校 并且对食堂的饭菜质量和价格昂贵感到不满 3月17日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数百名学生冲出了校门 不过事件发生后 校方进一步收紧了管理 并且通知要求禁止学生传播视频 截至到美东时间3月18日下午3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56万7731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2222万3137人 死亡总数是269万8809人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美中高层会晤了5个小时 外界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会晤的结果如何 但是根据之前美中双方透出的信息 可以想见这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应该说美中双方各有各的打算 拜登是想一箭双雕 而习近平则希望把朝鲜问题作为交换条件 撬动美国 但是估计习近平的梦还是将要被打碎 因为美国朝野已经拉开了架势 对中共的打击是多点开花 另外美国国内和美俄之间 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 普京可能在暗咒拜登 随后有外国领导人直接称呼哈里斯为总统等等 在前往阿拉斯加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首尔记者会上 回应了记者的提问 他的讲话重点谈到了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对中共的高调批评 另一个是对朝鲜的政策 布林肯这次的批评更加直截了当 他批评中共一贯违背承诺 韩林社报道 布林肯指出中共背信弃义 迫使美国和盟国必须要合作对待相关的问题 布林肯说 中共正在利用脅迫和欺压的手段 一步步侵蚀香港的自治 削弱台湾的民主 践踏新疆和西藏的人权 并且在南中国海主张违反国际法的海上权益 他表示 美国方面很倾诉中共的一贯行为 所以反制中共反民主的行为至关重要 他说期待着有机会 向中共官员非常清楚的表达 对于他们的行为 美方存在着一些关切 谈到了朝鲜的相关问题时 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将与韩国 日本等盟国协商策略 考虑施压和外交选项 他说美国仍然推动朝鲜无核化 减少美国同盟国的威胁 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 布林肯还强调 华盛顿相信 北京在朝鲜无核化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 他说某方面来说 一切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美方抱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对于布林肯再次炮轰中共 已经没什么新意了 美方最近几天是接连炮轰中共 目的就是施压 给中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 这也是为会晤当中 能够更占据主动在做铺垫 在会晤之前频繁抨击中共 这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目的 那拜登政府此外还有一个目的 其实布林肯已经透露出来了 他说美方相信 北京在朝鲜无核化方面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其实这已经是在暗示 拜登是希望通过施压中共 让中共告诉朝鲜消停一点 甚至迫使朝鲜坐到谈判桌上 最终契合 拜登政府的这种计划 可能有自己的算计 希望达到一箭双雕这样的目的 但是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拜登这个所谓的一箭双雕新招 很可能是走回了川普政府以前的老路 拜登很可能又把美国放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 川普政府以前 美国也曾经多次向中共施压 要求中共阻止朝鲜的核武研发 为此还曾举行过多次六方会谈 但是人们发现 中共表面上承诺阻止朝鲜的危险行为 但是实际上 中共是在暗中向朝鲜提供核技术 以及相关的物资能源 中朝双方 一唱一鹤的双簧 把国际社会玩得团团转 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 美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中共和朝鲜 这六个国家 先后进行了六次六方会谈 还有一次三方会谈 我们就以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三方会谈为例 2003年4月23号到25号 美中朝三方聚在了北京 当时的小布什政府 是相信了中共的欺骗谎言 不允许美方代表跟朝鲜方面的代表 举行任何形式的单独会面 就在正式会谈的前一天晚上 4月22号的晚上 中共主办宴会 美朝双方都有出席 在席间朝鲜的代表 同美方代表单独说话 表示朝鲜已经对核燃料棒进行了处理 但是美方代表 在告知中共代表的同时 表示要请示华盛顿 第二天 美方代表团就表示 不能与朝鲜方面进行任何直接接触 只能三方会谈 但朝鲜方面因此就拒绝出席三方会谈 后来经过中共劝说 朝鲜方面是放弃退出会谈的想法了 可是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了中共分别与美国和朝鲜单独谈判 中共就利用这样的机会 以一次次假传圣旨 最终骗取美国的信任 促成了美日韩三个国家 对朝鲜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 换取朝鲜放弃和研发 此后的六方会谈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套路 中共从中左右逢源是两头欺骗 国际社会想制裁朝鲜的时候 中共这个时候出面阻拦 使制裁是一次次的流产 不仅如此 中共还是替朝鲜向国际社会要条件 骗得国际社会的一次次经济物资援助 而当国际社会想制裁中共的时候 朝鲜又出面制造区域紧张情绪 使国际社会不得不转移视线 没有办法专心打击中共 到了川普政府时期 川普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他除了维持对朝鲜既有的制裁之外 重点放在了打击中共上 正所谓是射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只要中共消停了 朝鲜自然也就不敢胜张 这一招相当有效果 朝鲜没有像以往那样再给美国捣乱 而是静静的看着中共被收拾 这一招是川普看到了病灶 然后标本监制 但是拜登政府试图再次让中共压制朝鲜 迫使金正恩放弃核武器 这又回到了川普以前的做法 纽约时报认为 拜登是在用打太极拳来取代刚猛直拳 对纽石的这种描述 我不想做什么评论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我希望我的这个分析是错误的 因为这对美国对国际社会 都是非常不利的 穿新鞋走老路 问题依然存在 如果不幸被我猜中了 这很可能会再次把美国置在被动被指 美国很可能再次被中共和朝鲜牵着鼻子走 其实为了这次会谈 中共可能没少动心思 在今天双方会谈之前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先是放出了冷风 他对大陆媒体表示 中方会晤没有过高的期待和幻想 不指望一次对话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希望带着理解离开 崔天凯声称涉及香港 台湾 新疆等问题 中方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 声言如果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就是为了妥协退让的话 他会建议取消行程 让人们放弃这种幻想 中共安排崔天凯说这番话 显然是有一定的目的 意在就是告诉美方 涉港涉江涉台这样的问题不能谈 但是美方却在此前强调 这些都是美方必谈的议题 显然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不合拍 没有重叠 那么中共想谈什么呢 有知情人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中共官员计划敦促美方取消川普政府 对中方实施的制裁和限制措施 特别是针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制裁 此外还有美方对中共党员 官媒记者和留学生的签证限制 希望重启休斯顿中领馆等等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议题 消息人士说 中共国员提出一个新的框架 希望开展双方的经常性年度会晤 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分歧 更重要的是 希望推动习近平和拜登 在4月22号的全球气候会议期间 举行视频会晤 不过最后这一项习败会 随后被中共外交部自己否定了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中高层会晤不会磋商这个问题 但是赵立坚并没有否定其他内容 那也就是说 知情人透露的那些议题 除了习败会 其他都是中共想谈的 但是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前往阿拉斯坚之前曾经明言 美中贸易 关税和各种限制 不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话题 因为很多这些范畴的官员 都没有参加会议 根据双方透出的各种信息 基本上我们可以使用排除法 做一个判断 除了习败会晤不谈 经济贸易问题 各种限制问题 涉港涉江和台湾的问题 双方又都没有重叠 那么剩下的可能有共识的内容 实际上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我认为美中双方或许将在朝鲜 这个问题上要展开一些讨论 前几天就有消息传出 拜登政府一直想跟朝鲜方面联系 但是金正恩都不理睬拜登 今天早晨布林肯的话当中 也是透出了这样的意思 希望跟朝鲜方面能够联系 另外今天在稍早些时候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表示 平壤拒绝和华盛顿有任何对话 除非美方改变政策 这一点很可能被中共会认为是一个空子 要主动抛出朝鲜的议题 用朝鲜去核来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视同撬动拜登政府 所以我们才有前面那种担心 不过中共的这个算盘可能还是不会得逞 就算中共用朝鲜撬动美国的一个点 也不可能改变全局的这个状况 美国对中共的打击 现在已经是多点开化了 昨天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致投票决定 继续推进撤销对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授权程序 因为这些公司可能遵从中共的要求 对美国从事间谍行动 FCC代理主席杰奇卡·罗森沃尔瑟说 有充分理由相信 这些公司不得不遵守中共政府的要求 推进中共的目标和政策 同一天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他发表声明 已经向多家中国公司发出了船票 要求他们提供在美国的信息 与通信技术服务的信息 雷蒙多声明中表示 无限制的使用不可信的信息 与通信技术服务 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北京从事了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 和威胁美国同盟的行为 声明没有点出任何公司的名字 但是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的华为和中兴在川普时期 已经就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了 而且雷蒙多的声明 就是在援引川普在2019年发布的行政命令 另外据美国防御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将很快要接受 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 可以在舰艇发射 对1600公里之外的陆地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 报道指出 雷蒙公司将在下周 要交付第一批战斧导弹 这种新型战斧导弹的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 并且将持续开发 最终要形成Block VA和Block VB两个子型号 防御新闻指出 新型战斧导弹的长射程 在亚太地区尤为重要 有助于美军更好地应对中共东风反舰道导弹 在昨天参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听证会上 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表示 两党议员正在积极地制定一项 与中共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 这项大型立法措施 可能最快要在4月中旬进入到审议阶段 并且可能在4月底要进行参议院的表决 梅嫩德斯表示 目前的美中关系 国会两党几乎毫无悬念的定性为 是战略竞争对手 华盛顿与北京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 他说这是中共多年来采取政策的结果 梅嫩德斯指出 美国必须清楚且清醒地看到 北京的意图和行动 并且相应调整美国的政策和战略 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战略框架 与中共竞争 还有需要一套新的组织原则 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挑战 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施 呼应了梅嫩德斯的说法 他说与中共的战略竞争 必须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事项 中共的挑战迫在眉睫 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目前在美国的国会 击败中共 这是两党不多的交集之一 据了解 两党议员正在积极制定这样的法案 将在国务院设立跨部门办公室 负责协调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 科技与新兴技术合作的伙伴关系 包括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 5G 以及半导体产业的研究 并且制定标准等等 美国之音指出 总体而言 这项立法措施主要就是为了 结合民主国家在技术领域合作 并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 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 刚刚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民调 显示有45%的美国成年人 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这个数字比一年前翻了一倍多 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 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肆虐 所以彼此之间通常会多一份问候 比如我就经常在节目中 跟大家说注意安全 保持健康之类的这样的话 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 告诉人们注意身体健康 人们不仅不会反感 而且还会感到心里很温暖 但是如果换一个场合 换一个语言环境 平白无故对别人说注意安全 或者是保持健康 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 塔斯社表示 就我美国同行的发言而言 我会对他说什么呢 我会告诉他保持健康 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普京说的美国同行指的就是拜登 如果单独听普京的这段话 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联系普京说这段话的背景 这个就有意思了 因为昨天拜登在接受ABC采访当中 他把普京说成是杀手 采访当中拜登谈到了俄罗斯政府 可能干预了美国政治 拜登表示 曾经跟普京有过一次常谈 他说我了解你 你也了解我 如果我确定发生了这件事 那么就要做好准备 随后记者斯特凡诺普洛斯就追问 问拜登 你认为普京是个杀手吗 拜登回答相当肯定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将付出代价 在拜登说完这段话后 俄罗斯召回了驻美大使 还有其他的几名外交官 虽然俄国外交部没有说明 召回外交人员的原因 但是发现人马里亚扎哈洛瓦 他表示说 美俄关系正处于困难状态 走到了死胡同 这是因为拜登政府造成的 随后就在今天 普京在接受塔斯车采访的时候 就说了那段话 让拜登保持健康 并且他还特别强调补充 没有一丝讽刺 普京的这个说法 究竟有没有讽刺 外人谁也不知道 但是中国人的确有这么一种说法 叫越描越黑 就是说一句话不要总重复强调 越强调越容易产生误会 让别人产生联想 有人可能记得 在2017年6月的时候 习近平在哈萨克 与普京曾经有一次会晤 当时普京一方阵容整齐 已经到了会场了 而中方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其他人都迟到了 普京当时笑着 形容习近平是孤独战士 因为没有翻译代场 这个孤独战士 只能是以笑容作陪 可见普京的这些措辞 那是相当讲究的 他总能抓住人的弱点 轻轻的怼你一下 让人感觉到酸酸的 现在他又来酸拜登了 尽管他解释说没有讽刺 但是你相信吗 我是不行 另外 在这种特殊的语境当中 对拜登说保持健康 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里面似乎带有 暗中诅咒的意味 众所周知 拜登已经接近80了 虽然媒体并没有报道 关于拜登身体状况的消息 但是拜登多次讲话 都是照着提词器读 离开提词器 就出现结结巴巴 与乌伦次的这样的状况等等 所以经常有网友 嘲讽拜登老年痴呆 意思就是说 拜登年龄太大了 已经老糊涂了 而一个人如果出现 老年痴呆的状况 相信大家都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再来说说哈里斯 他现在可能正内心狂喜呢 对了大家别误会 这前后连在一起了 不过我说这句话 没有依次讽刺 他的狂喜不是以为普京 按咒拜登 而是终于有外国领导人 直接称呼他总统 昨天是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 哈里斯和几个幕僚 一起与爱尔兰的总理 马丁举行了视频会议 在这个视频过程当中 看不见拜登的身影 在跟哈里斯的对话当中 这个马丁总理呢 有一次 无意中使用了总统的称呼 不过马丁迅速进行了纠正 称哈里斯为副总统女士 不过没关系 虽然只有一次 但这毕竟是 外国领导人口中喊出了总统哦 这种感觉是相当美妙的 也弥补了之前的那些遗憾 此前哈里斯经常替代拜登 跟外国领导人同话 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法国总统马克龙 澳洲总理莫里森 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等等等等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福克斯新闻在本月初 曾经表示说 世界各地领导人 将哈里斯是看作了拜登的继承人 并且渴望跟他建立关系 一位欧洲大使上个月 对政客网站说 每个人都将他就是哈里斯 都将哈里斯视为 等待上位的潜在总统 但尽管如此 并没有人称呼他是总统 都是以副总统相称 直到马丁这里 哈里斯终于被无意间口头扶正了 不过哈里斯的外交 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 他甚至都不懂得 如何尊重自己的国家 美国保守派网站 网关专家表示 哈里斯在与马丁的对话当中 一上来就提到了 亚特兰大的枪击事件 抨击美国是一个 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国家 可是现在这个案件 是正在调查当中 但是哈里斯 却给下了个结论 确定这个枪手 是以按摩店为目标 是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 文章指出 哈里斯是美国历史上 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 一个在总统初选中 得票率不到1%的人 在与外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 表现得像清醒的社会主义战士 把美国说成是 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国家 这怎么能说是合适的行为呢 在报道的下边 有不少网友留言 有美国网友留言说 哈里斯没有外交意识 在国际外交当中 一个人是不会遭他自己的国家的 哈里斯在代表 美国参加外事活动时 公开攻击和伤害美国 是完全不专业和令人尴尬的表现 现在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哈里斯在初选当中 被扔到了路边 因为他充满了仇恨 没有那么聪明 也不讨人喜欢 他没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职务 还有网友 模仿哈里斯的语气进行讽刺 我恨美国 所以我参加了美国总统大选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初选票就退选了 然后痴呆乔被告知 要选我当副总统 现在我当了副总统 我更恨美国了 还有网友嘲讽 拜登正坐在某个房间的地板上玩着玩具 而哈里斯正在管理美国 拜登是不是正在玩玩具 这个他们没有办法考证 但是他的多项政策 对美国人的影响的确很大 特别是人们已经注意到了 拜登在毁掉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的同时 还要大规模的征税 不过他也得为自己的这些政策负点责 因为21个州已经把他告上法庭了 昨天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 他表示 德州与其他州一起 对拜登政府提起集体诉讼 指控拜登没有改变美国国会制定的能源政策的权利 帕克斯顿说 监管州计或者是国际商业的权利 包括授予或拒绝跨越国际边界的石油管道许可证 是由国会掌握不是总统 其诉书表示 拜登政府的决定 侵犯了各州管理和控制边界内土地的权利 Kistone XL由TC能源公司设计 并且来可以把大约83万桶石油 从加拿大和蒙大达州运输到美国的中部交界处 还有休斯顿的炼油厂 但是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就以遏制气候变化为理由 签署行政令撤销了输油管道的许可 使美国和加拿大损失了6万个就业机会 还将造成十几亿美元的损失 也就是说 拜登在撤销了Kistone XL输油管道许可之后 至少造成了几万美国人失业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各国都是想办法创造就业岗位 而拜登却是在毁掉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 他还在酝酿一项大规模的征税计划 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正在酝酿28年来的最大规模增税 彭博社报道说 拜登计划把公司的税率 从21%提高到28% 同时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 调涨所得税税率 此外还计划对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 提高资本利得率 扩大遗产税 并且缩减某些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个大规模的加税计划 可能要在明年2022年开始成效 前不久拜登对ABC表示 即使得不到共和党的支持 也要把税率尽量恢复到 不时当总统时的水平 也就是最高联邦税率39.6% 拜登说 那样就能筹集到2300亿美元 他还反问 难道他们会因为我被儿童教育 穷人和中产阶级提供税收抵免 抱怨我加税吗 拜登的这个大规模增税计划 可能会磋伤一些小企业主 本来是计划扩张业务的 现在可能不得不放弃了 甚至可能会缩减企业规模 因为这个增税计划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概括 挣钱越多被宰的就越厉害 从拜登的话来看 他似乎是要杀富济贫 可是实际上未必是这样 福克斯商业网报道 拜登加税是为了抵消 他的下一个重大支出方案 这个方案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 和绿色就业 可能耗资约4万亿美元 是刚通过的疫情刺激法案 规模的两倍多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 我谈到了大陆的注水热物问题 因为我有一段亲身经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结合了自己的经历 就讲了我亲身目睹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注意到了 有网友就在下面留言 对我曾经在大陆的 某屠宰场工作的经历感到惊讶 其实不瞒大家 我真的是做过不少工作 曾经做过的那些工作 如果长的短的全都包括在内的话 得有十几种 其中做的最长的就是 13年的某电视台的主播 然后就是做了过8年的婚礼主持 我还做过5、6年的生意 其他的几项时间都比较短 有的就是几个月 有的是几天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大家聊聊我的这些经历 不过大多数应该说 也是酸心的往事 所以我在以前谈自身的经历的时候 这方面聊的都不算多 甚至也是有意回避这些内容 其实做哪一项工作都不容易 这个应该是千真万确的 相信大家也能接受我的说法 比如我做电视台的主播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对我表示羡慕 说好马长在腿上 好人长在嘴上 可是他不知道 主播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比如我下面要跟大家说的 这个日本的女主播 从她的一个表现上就可以看出 她虽然是谈笑风生 但实际上她也是高度紧张的 一秒钟之前还是笑着 在跟观众闲聊生活资讯 一秒钟之后突然发生地震了 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日本的Visir News 是一个以天气预报为重心的气象新闻台 主播们经常会跟观众们分享贴心的生活讯息 或者是根据观众的留言 双方进行互动 在2月26号的节目当中 27岁的女主播 惠山沙耶在谈笑风生的聊着日本象棋的玩法 这是在根据观众的一个留言 说读小学的女儿最近开始玩象棋了 然后惠山沙耶就面带笑容的说 说她碰巧也刚开始学下象棋 还是一个新手 的确 这个惠山沙耶在2月24号的推文当中 表示说自己开始学下象棋了 这是一个相当轻松的话题 而且又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 所以惠山沙耶的这个表情是相当轻松 可是接下来的一秒钟 她马上收起了笑容 震惊八百的播报了一则令人紧张的消息 当天晚上7点18分 在福岛县外海发生了一次4.5级的地震 电视画面马上插入了相关的画面 然后接到导播的指定之后 她马上严肃的播报了这座快讯 并且提醒民众远离海岸以防万一 这种角色转换看起来没什么难的 但是却体现着惠山沙耶的这种专业 因为人们收起笑容 通常它都有一个短暂的过渡 都是慢慢的收起笑容 可是惠山沙耶能够立即收起笑容 然后播报严肃的新闻 这个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理 才能够临危不乱 我看到有人开玩笑说 惠山沙耶的转换是老师离开教室的模式 切换到了老师回来了 这个玩笑其实比喻挺贴切的 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但是就是说真的是做什么都不容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在后天 就是本周六的节目当中 要回应两位网友的提问 是关于大陆网友骂我 汉奸和有没有神的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的话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尽可能的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因为真相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多次节目当中都说过 跟中共走得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句普通的话 其实是得到过无数次的验证的 在今天的会员区 我会为您讲述一个中共篡政的功臣 被称为中共六大美女间谍之一的 陈修良的故事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